精英杯周日美場B組賽事在將軍澳運動場上演 由李文對貫中南區 貫中南區在剛過去的賽事失分 未能升上聯賽榜榜首 不過沒有影響他們心情 9分鐘就找到第一個機會 蘇沙接應佛球頭錘一頂還未彈出 各球輾轉間去到迪卡奧腳下射地球 可惜被李文門將彭子健沒收 強攻一輪去到19分鐘 溫進禁區內接應沈國輝傳送跳頂 彭子健擋到一下 溫進寶多的頭錘就擋不到 終於攻破李文大門打開紀錄 落後的李文積極搶攻 去到27分鐘就得到回報 史黎芬彭、李娜接應鄭紹軍傳送 頭錘一頂 賽子圖碰到也沒用 兩軍踢成1比1完上半場 換邊之後貫中南區繼續攻 迪亞高59分鐘這個左路佛球選擇直射 各部過隊人場 但過不了門仔這關 去到67分鐘他們再有斬落 迪亞高中路推順起腳縱眉 混亂之中自己拿回大落底線傳送 由夏至明門前撞入 幫球隊領先到2比1 南區之後再有大好機會擺在眼前 但沒有好好珍惜 迪卡奧這下引到彭子健出形 球到劉家銘腳下 打算遠射入空籠 誰知是柱邊出界 落後的李文81分鐘有黎迪利接應梁嘉恆妙傳 中路推順狂抽一腳緊緊縱眉 一分鐘之後再次出現平手局面 白智芬接應尼迪利 頭錘二傳窩里抽射 屈省眾人改變方向入網追成2比2 正當以為大家都有分拿走的時候 後備入體的卡拉錫 保時階段接應劉家銘傳送 禁區頂頭錘一頂凹入 就是這樣幫灌中南區 以3比2擊敗李文 全取3分 東網體育報道